AudioJungle AudioJungle 外号《科奥多比书记RDQUO》的中共新任政治局委员李鸿中,在被美媒爆出丑闻,称他此前的LDQUO、杨学立RDQUO,在中共官场上,一度被传为笑谈。 中共前政治局常委张高丽也曾被爆出丑闻,除了隐瞒增留学朝鲜今日成综合大学之外,他还为Local面子,问Tierco刁难社影记者,以及评级LDQUO,群带关系RDQUO,而大劳利益的女婿亲家,而今日成综合大学的丑闻还签,社章得将李鸿中的杨学立成为笑谈自由亚洲电台,1月24日刊发, 特约评论员高新的一篇文章,文章披露,1998年,香港新世界发展有限公司,中共国家外,国专家局,与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,签署一份协议,旨在哈佛培训中共的高级官员。 报道说,哈佛肯尼迪学院,每年接纳20名中共政府高级官员来此接受培训,其中4M-6名官员参加一个学期的中长期培训,其他成员则参加2M-3周的短期培训。 文章说,从李鸿中调,任天津市委书记之前的官方简历的内容看,他当时肯定是1999年那一期培训班中的短期学院。 当时的李鸿中的官方简历中有一段,1999年6月M-S,1999年6月参加美国哈佛大学科尼迪政治学院LDQUO,未来领导者LDQUO,研究班学习,文章披露。 当年据大陆的记者,朋友介绍,李鸿中的这份简历,中的LDQUO,杨学丽LDQUO,在中共官场上一度被传为笑谈,因为他在美国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待过两个多星期却是事实,但他把LDQUO,培训班RDQUO应说成LDQUO,研究班RDQUO,而且还是LDQUO,未来领导者RDQUO, LDQUO研究班RDQUO就太丢人现眼了,文章还说,习近平对李源潮,在任中阻步不长,把科尼迪政府学院变成中共LDQUO,第二党校RDQUO,极度反感,政治嗅觉极为灵敏的李鸿中,肯定早已知道,于是,他担任天津市委书记,不久期要求把自己的官方公开简历LDQUO,去掉不必要的内容RDQUO删除了哈佛大学, 肯尼迪政府学院的LDQUO,杨学丽LDQUO,夺比书记,是典型反水官员李鸿中,是一个集,具有争议的中共官员,他在广东为官时,攀上了江泽民拼头黄立满,成为他的心腹,黄立满任深圳市委书记时,李鸿中先后任深圳市委副书记,深圳市市长, 2010年的中共两会上,时任湖北省副书记,省长的李鸿中,上演了异常震惊中外的LDQUO,墙笔门LDQUO,事件,当时一群记者为独裁,放中共人大代表的李鸿中,当记者,问,即邓郁交案时,李鸿中不,但历生施责记者, 还把记者录音笔夺走,被外界冠以LDQUO,夺笔书记LDQUO,的外号,同时,李广受外界诟定,甚至公众呼吁其辞职,中共十八大后,面对习近平当局的强力反腐LUTQUO打虎LUTQUO,运动,李鸿中被指示典型的LUTQUO版水,官员LDQUO,不断向习近平LDQUO, 表中LUTQUO他被指示首个喊出LUTQUO席和LUTQUO的地方大员,当江派大员,令计划被查时,李鸿中主持的湖北省成为第一个,表示,拥护当局决定的省份,张德江,张高丽的丑闻十八大常委名单,公布后民间戏称,今日成的朝鲜大学,打败了美国的哈佛大学,入常呼声很高的哈佛受训声, 前哈佛校场得一门生李源潮,败给了两名层留学今日成综合大学的张德江和张高丽,海外知名经济学者,何清莲,在推特爆料说LDQUO,我查了一下,张高丽的简历上,现,在直写其沙门大学学历,不写其今日成大学的短期受训,相当于二年制研究生学历, 这一点,当时在深圳可是作为房间笑谈,认为是其保守由来,但张德江的大学学历仍然保留了今日成综合大学,估计是末了这段就连大学,也未毕业,RICO和清莲曾透露,张高丽主政深圳期间机会很多,她的脸一边大,一边小,所以媒体只能从一个角度给其拍照, 如果记者从另外一个角度照,照片要是见了报,第二天早上她的秘书,可要把报社的总编妈的狗血淋头,张高丽为张高丽摄影的记者,都感到是一种扩拆,如果拍的没让张高丽满意,清泽就是要挨批评,崇泽要被处罚MDASH,MDASH,协检讨,还被扣发奖金,工资等,张调到山东后,习不改, 据山东跑时政的电视记者透露,张高丽因为脸上某个地方有疙瘩,就要求电视台拍摄时,个人镜头不能太大,结果每次拍摄出来的镜头都是人物小时又小,背景大而又大,被电视台指责构图不合格,何清莲还介绍说,为了给家乡亲戚谋福利,张高丽任深圳市委书记期间,将深南大道人行道的彩色的团, 都换成大礼时,下点小雨就华,很多行人摔跤,市民怨言颇多,张高丽还,把女儿张小燕,嫁给香港商人李胜坡,李胜坡和父亲李一贤,是信义玻璃的大股东,凭集这个裙带关系,李家在深圳发了大财,李胜坡现任香港盛德集团主席, 汇科公司董事长,深圳浩天投资公司董事长,兼任深圳市政协委员,深圳市企业家协会附会长,阿波罗网孙瑞后报道。